我叫周谦 我把我自己分为三段 过去现在和未来 过去已是 现在太短 我想说说未来 未来在哪里 未来在我的喜欢里 纪伯伦说 看一个人要看他的喜欢 我喜欢看书 画画 看风景 更喜欢看人的思想的风景 未来在哪里 未来在我的希望里 我希望我是善于思考 乐于学习 生活不能只有功利 还应该有趣味 周谦 男二七岁山西人 包头青工业技术学院大专 机电一体化专业 大家好 我叫周谦 来自山西省合金市 武侠小说里 有一种很厉害的功夫 叫悉心大法 我觉得学习 就是生活里的悉心大法 每当我看到一本好书的时候 我都感觉我自己是虚逐 被人住几十年的功利 浑身充满力量 看书是一种 节省时间的好方法 书是作者将他一生的智慧 和体验凝炼于书 而你却可以在几天之内 把它读完 使你的人生境界瞬间升华 我爱书 爱书里的文字 我想找一份跟文字编辑相关 和教育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周谦 这里面还有一本什么 这是什么 我自己写的书 你还写的书呢 就是有一个习惯 就是走到哪 拿手机寄一些东西 有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脑袋一想到什么东西 联想到什么东西 把它寄下来 那这是你目前唯一的作品 是要投稿的吗 我投过 但是我发到邮箱里 但是好像没人看到 没人看到 行 你是喜欢写作是吧 对 我记就是 之前最早的时候 就是开始记日记 然后日记记了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不是有这个智能手机吗 我就直接用智能手机记 更方便一些 他的这个经历特别怪 你看开始是创业 后来又看见太阳能 就去学太阳能的知识 保险 然后又跑到无锡去了 待了半个月 去图书馆 看了那个火法一书 又跑到金瓷太阳能 后来又喜欢马云 又去了杭州 又从此干了阳光保险 就是你特别跳脱 其实这些经历 它没有先后 就是你遇到什么 然后你就是 就好像就是怎么说呢 着了魔 不是 我感觉 我以前不是在想一个词吗 叫境遇 境遇 对 境界的境 然后遇是地狱的遇 地狱的遇 后来我觉得好像不是这个遇 应该是遇到的遇 比如说那些东西 好像就是突然撞过来的 然后你也就 所以你是一个 突然之间因为一个想法 随波逐流的人是吗 也不能那么说吧 这个想法应该在自己心里 也埋了很久了 我们无法从交谈当中 来捋出他 这一直以来的人生的旅程 这个顺序 我们来先看一下 他的情景资料 你自己解读一下 我没法解读 这就是我自己画的画 我之所以写那个 惊艺之极 弱不惊艺 是我看的那个 李可染 他自己总结 他画画的一个 一个道 他自己说是 惊艺之极 弱不惊艺 下一 然后左边就是 我写的作品 右边是 我后来特别喜欢 木星 然后我买了一个 木星全集 然后就是 看书的时候 我就感觉 我跟这个作者 在聊天 有时候我感觉 跟人聊天的话 可能就是说 我说的某些话 人家可能不喜欢 但我跟这个书的 作者聊天的时候 我就聊得特别嗨 我就是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就是这些 这都是你写的吗 都是我写的 它挺有折思的 你去给他们看看 我觉得文笔真还不错 随便让他们传阅一下 你好 小周 不是 只有一本 只有一本 你们看一下 我觉得写它还行 你的应聘这个书里面 有一个叫什么 沈从文和迷茫痛苦的 达芬奇 是什么意思 这讲的就是 其实就是我个人的 恋爱经历 沈从文那篇 沈从文就是 我的恋爱经历 跟那个沈从文一样 沈从文不是 给他的那个老婆吗 张兆和写了四年情书 他的那个 你也写了四年 我没写那么久 我写了两年 写了两年 就是上面一干 你就写了两年情书 基本上是 就追别人写了两年 对 他是在本地吗 他不是 当时我是在杭州打工 杭州的富士康打工 然后遇到他 遇到他之后 然后就 就喜欢呗 喜欢就去表达 但是我的性格 就是一直没有恋爱经历的 我就是 对女孩子就是 不太会追吧 你就写了两年 对 那你为什么没有勇敢地表白呢 我表白了 你表白 就是我刚遇到他的时候 很快我就表白了 表白了 然后我那时候 看了一个徐志摩的诗 然后就是 徐志摩说他24岁 他说我之前不会写诗 但我遇到林慧音之后 我开始写诗 我感觉 这经历跟我挺像的 我也开始跟你说 你到底跟徐志摩下 还是跟沈从文下 都挺像的 全都是大文豪 我喜欢这些人 行吧 行吧 就是到最后 你一段恋爱经历都没有 可以这么说 是吧 一个人的独舞 一个人的独舞 还有 把那个说完 达芬奇还没说完 对 达芬奇 达芬奇就是 自己在特别痛苦的过程中 然后你就每天做那 就老想 老想他 想干嘛呢 对 然后你就总得想个办法 就跟和尚念经一样 画蛋 我也通过这样 是这样吗 想达芬奇的什么内容 你想他什么 是他的才华 还是他的画作 画蛋 画蛋 画鸡蛋 我每天画一千多个鸡蛋 跟那达芬奇一样画蛋 你从来画蛋 还有什么像达芬奇 画蛋的人很多 就是 很有个经历 就是我写的那个东西 跟达芬奇一样 我看过达芬奇笔记 达芬奇他不是自己 就是他说他走到哪里 想到哪里 走到哪里 然后写到哪里 我这个经历 其实跟达芬奇 这个谁都可以写 写日记谁都可以写啊 你所擅长的 喜欢的文字 跟你之前的四份工作 都没什么关系 都不是文案 对不是 对吧 对 那么喜欢写文字 你干脆成为一个职业写手了 专门做文案 你为什么要做那四种工作呢 都跟太阳能有关 就是跟 就是以前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 现在想做文案工作 对 是吧 想做哪方面的文案 是策划文案 这个新媒体文案 文书 还是什么东西 策划类的 策划类的文案 你写过策划文案没有吗 没有 这种 这些工作我根本就没有接触过 所以你商业类的文案 也没做过 那你纯文字类的 也没成功过 可以这么说 你平常喜欢看什么样的书 你说看书是你最大的爱好 我喜欢看鲁迅的 沐昕的 还有林语堂的 有没有关于社会学 或者是商业类的 它就是文学方面的了 全是 但这个和工作相差太远了 其实 你们看完了没有 赶紧给他们看看 真的喜欢 你们有些东西 真的喜欢 它有诗的哲理 对 它有哲丝里面 哲丝的韵味 它不是简简单单的 心灵鸡汤 它写的确实还可以 对 我可以念一些吗 你念一段 比如说这个 它讲的是生物化学 生物化学能 为什么要转化成电能 为什么要有声音的消散 光的传播 机械能的转化 能量为什么要自觉转化 差别 一块石头 与另一块的性质不同 当有外在变化 风起 所以落下 有了势能 转为动能 有声能的消散 有热能的浅散 落地碎了 又有无数更大的 更繁复的差别 有了无数更曲折 复杂的轮回命运 这一面有很多 这一面是你念得不好 跟商业 商业结合不出来 安林安林安林 我们就不谈商业 就谈那个什么 你现在合住 然后你觉得你刚才 得到什么感悟 能够有一些脑洞大开的时刻 其实因为我们总是在谈商业的东西 我们需要一些文学 需要一些浪漫的东西 来启离我们的思维 反而会做得更多 但是我并不一定是说 它就具有这方面 相应的商业的价值 其实我看到很多都是短剧 就现在特别像网络上的那种星星鸡汤 但比那个又稍微朴实一点 是他自己思考得出的结论 他的文字比现在 有很多大号上的订阅号上面的一些文章 要写得好很多 大号上写得好的 其实都不是文笔好 大号上写得好的 是了解用户的心理 绝对不是因为我孤方自上 而我听下来刚才那些东西 可能更多的其实是孤方自上 我觉得文字呢 本身你讲的就是说还是比较 就文字写得还不错 还比较优美 但我觉得言之无误 我觉得它是一些这种情绪 是一种情怀的一些零散的一些发泄 但是抓不住读者 我在你的文字里 我看不到商业价值 我看不到怎么样 能够跟商业结合起来 你跟李昊阳担心的 我都认为是他的存在 我所说的他文字基础不错 他文字基础写出来的东西不错 他要适应一段时间可能能做 我没有说他一定适合商业 他只是有文字基础 写的东西不差 像他这样的创作者 其实在我们公司也有 但是这样的创作者的话 他速度会稍微会慢一些 然后我觉得他需要去领会 他的内容怎么能够跟我们的观众 或跟我们的用户形成共鸣 他才会有价值 不管是精神上的共鸣 还是商业上的价值 我觉得他现在还缺乏这些思考 你今天要求薪酬多少 五千吧 只做文字类 我最好是跟文字类 五千 有地域限制没有 没有 没有哪都能去 可以 来 第一轮选择 薛露 还有十一战争 天生我有才 其实你曾经在精词工作过 道圣和福也是很多 创业者心中的一个标杆 那么作为一个一线的员工 你觉得在精词感受到 是怎样的文化 你觉得精词是怎么样 去建设这个文化的 我有一个经历吧 就是我刚到精词的时候 不是写 就是崇拜这个领导人吗 然后他不是当时开早会的时候 他每天早上 就是让他的员工 去宣读他那个精词哲学 这是在你的工作经历到的吗 对对对 经历到的 然后不是下面有 不管就是你干什么 你是操作工或者怎么样 他都会用这种精神 告诉你精词哲学是什么 然后他就是让这个人读 读完了之后还提感想 我记得我刚到那的时候 我感觉就是上面那个哥们 他读的不是特别好 我感觉他跟我的理解不一样 甚至我感觉他把我的偶像 有点 讲细节 你就讲一个 你觉得最深的理解 包括他怎么曲解 除了他不断地去 就是把他的精词哲学这种精神 讲一句话哪怕 一句话 不要讲过程 对 他是哲学中的哪一个语录 你想你读了尼采 你总记得他一句话 对不对 你读了徐志摩 你总记得他一句诗 老师是这样的 因为我感觉这个 文化文化 人们老说文化 老师重视这个文字 其实并不是文 而是后面那个话 你可以说感觉 我没有让你一定要说原话 你刚才说那挺对的 就是文不是最重要的 话最重要 那你怎么理解这话呢 话 我是 怎么说呢 因为大部分人去精词 其实我们也送人去学习 还挺贵的 在上海 就跟一种 所以我们特想知道 在精词的员工是怎么看待 这个精词文化 其实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就像你吃过的饭一样 你当时吃的时候很美味 也很享受 也很快乐 然后过了之后 那些东西都不在了 你说这吃的饭浪费了 这些知识可是跟吃饭不一样 它会有积淀 它成长了 吃饭这个比喻 反而不当 吃饭并不是吃饱的结果 反而吃的本身 它的这个过程 其实是更重要的 来 看一下它的性格评估 周先生呢 在尽职性方面得分偏低 其实呢 这是反映出 他钟情 他自己喜欢的那个文学 但是 创新性这块 也就是自己的创意 还是蛮高的 那么总的一个就是 他喜欢 他的文学 他的绘画 钟情这个 假如说 他找到的岗位 跟这个匹配的话 他会做得很好 假如说 没有这样的岗位 他可能 还是重新要找回 这样的感觉 如果 让你负责文案 每天有一定的量 天天催你的稿 你能按时写得出来吗 可能质量就会下降了 我就问你 写得出来吗 写得出来应该还是可以 每天一篇 每天两篇 两千字 如果不要求质量 数量可以吗 质量也不能太差 不要求质量 人家不要求质量 你做过这样的工作吗 就是按时按量的供稿 目前没有 目前没有 你觉得能行吗 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周千 我想问一下你 我刚才一直没有说话 我是从事传媒工作的 所以我对你还蛮感兴趣 我很好奇你的创作的原动力是什么 原动力就是快乐 喜欢 爱 你觉得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 算一个孤独的透明人吗 有时候真的有点 是孤独的吧 但是 任何东西都是有两面的 孤独也有它的好处 我有时候还蛮喜欢孤独的 孤独是在于你找不到同伴 而不在于你身边有没有人 你身边一大帮子人 你觉得没有同伴 你依然孤独 寂寞是因为你一个人在独处 没有喧嚣 但是无聊就不一样了 里面没东西 看什么什么都烦 只喜欢喝酒打牌唱歌 这叫无聊 你是属于孤独还是寂寞 孤独吧 来 第二类选择 去后来 还有两盏灯 直接请谈情不上感情 来 来 来 写好了吗 来 请揭晓 凤凰古城 给你提供的岗位是 凤凰艺术年展组委会的文案 这凤凰艺术年展呢 是一个综合类的展览 所以刚才我看到你喜欢绘画 又喜欢文字 那么我们这个艺术展览 会需要大量的这样的文案 所以我希望 虽然能看到你的文字里面 你有很偏执的地方 包括有思想 但是我还是希望给你一个机会尝试 我们最近在出个企业内刊 只要对我们这些渠道 一些重大大客户 重点用户 一个企业内刊 还有我们的一个订阅号 这两方面写这些文章 只要往这方面发展 来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心思超过一五千 好 把灯灭了 可以做选择了 十秒 凤凰古城 西莫科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凤凰古城 西莫科技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凤凰古城 去吧 其实这个工作的薪资 还有待遇各方面 我是挺满意的 最终的一点 他说的那个凤凰古城 之前跟我就是 喜欢的神 他这些东西 还是蛮契合的 我觉得我挺喜欢的 这个东西